在新竹湖口也有这么一群婆婆妈妈 她们是靠着有一点点鸡婆的个性 在社区成立环保纠察队 从一开始的沿路捡垃圾 到后来把很多的回收品做成了艺术品 这一群女性徒手打造了活绿性社区 一群婆婆妈妈们的力量能有多大 她们是姓氏社区的环保妈妈 每个人手里的塑胶袋都有半个人高 里头装的除了是自家的回收物 这群环保妈妈还是社区环境的纠察队 家里哪来这里常常都有了 报纸啊还有回收我们走路常常也是剪这个 常常都是剪这个 我去散步就剪 对对对 垃圾对这群妈妈来说 绝对不是自扫门前选 搜紧来的回收物不出五分钟 已经分类就绪 所以阿姨你们已经做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那一边都有 大伙做分类的空地 是住户徐美华的后院 愿意让垃圾进驻自家 悬出自一份想做公益的出发心 大家这些自公妈妈都可以联系在一起啊 因为现在人都是 小孩子都上班去了啊 就剩我们那些婆婆妈妈 就这样子发起这种意愿啊 来做这个资源回收啊 让大家不用从口袋里面拿钱出来啊 就可以做公益 这个想法也慢慢获得街坊邻居的认同 越来越多人愿意贡献出自己的这一双手 做好事也为社区环境尽一分力 同样是回收物 在陈瑞香的手中 却成了一件件的艺术品 银杏这是就是用透明的宝特皮 纹路都是用熨斗烫出来的 对对对对 宝特皮熨斗加工 让它卷成一个条状 一样是用编腾的方式做 把它编出来的 像是一颗一颗的 对对对 做的很多东西很精致耶 像这个树叶啊 你怎么会想到说 因为精致的话才不是在敷衍 精致的话才不会看一次 下一次就丢垃圾桶 也要回收 你会舍不得丢 不会说好像我是用回收物做成 那做完了就 对啊还是垃圾不行 你要把它做得像艺术品 对 可以收藏的 对我是觉得应该要这样子 你才愿意把它保留下来 这个玻璃娃娃 这个玻璃娃娃娃 看起来好可爱 所有材料都不用花钱买 废物利用的智慧 在社区环保DIY活动中 大受欢迎 这就是一群婆婆妈妈舞的力量 靠着不起眼的垃圾 启动社区改变的力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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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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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